科学动动脑 原子既然是这么样的微小 那我们要如何来表达一个原子的质量呢 你会用什么方法 你会用天平来量一个原子的质量吗 还是用电子天平测量一个原子的质量呢 原子那么的小 是不是我们在原子界里找一个质量基准 是比较恰当的方法呢 那么在原子界里面要谁来当质量的基准呢 一个原子非常的微小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用天平 电子天平来测量它的质量大小 所以呢我们可以利用原子界里面 利用各个元素的原子之间相对质量的比值来表示原子质量的大小 就称它为原子量 原子量就是要描述原子的质量大小 之间的比较数字 这个原子量你恐怕是不太适合用功课当作单位来描述它 那原子量是怎么定出来的呢 国际纯粹集应用化学联合会 简称IUPAC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它定出了以碳原子 碳12 也就是有6个之字 和六个宗子为原子核的碳12 定它的原子量12 就当作原子量的比较基准 那其他的元素的原子量呢 则用相对于碳原子质量的比值来表示 什么意思呢 12个氢原子的质量 和一个碳原子的质量相当 12个氢原子的质量跟一个碳原子的质量相当 所以如果我们比一个氢原子比一个碳原子的话 那应该是1比12 12个氢的质量和一个碳一样 所以这个氢呢 大概只有碳的12分之1 碳的原子量是12 所以氢的原子量是它的12分之1 大小就定为1 原子量 我们再用另外一个例子 做比值来表示它 一个每原子的质量 相当于两个碳原子的质量 一个每原子的质量 相当于两个碳原子 所以每原子质量比上碳原子质量 应该会是2比1 因为每是它的两倍 碳的原子量是12 每原子质量是碳的两倍 那么就是12乘上2 等于24 所以每的原子量 就是24 几种常见元素的原子量 氢是1 碳12是定定出来的 其他的用对碳原子的相对质量比例 去定出了不同原子的原子量大小 好比硫 硫的原子量是32 储存在石油里面的这个钠 它的原子量就是23 然后再评订一下 那么这个钠 就这样 就是这个钠 钠 钠